我们在亚布里的一个酒店住下 我提议去吃烧烤 我的女朋友就立即两眼放光 烧烤是她的最爱 我只能拍第二 这家烧烤店 和一排证明没接送 看见她两眼放光了 先来被当地特产格瓦斯 还是罗罗斯特产来的 一份东北的拉皮 图书不想给拉皮 是这拉皮太调皮 然后就是烧烤了 还有这个烤红肠 太棒了 烫 吃个猪肉 麦豆腐皮 今天要去大秃顶子山 跟雪香 听说比较冷 我们得穿的再厚点 然后再上点科技 暖宝宝 再来 咖啡、煎奶、豆浆、烤肠、酱油串 咖啡、煎奶、豆浆、烤肠、酱油串 这里是大屠顶的山 我们要做雪地摩托聚山顶 我还以为像那泰国骑摩托艇一样自己骑 结果我们只能做副驾 这么快 还好 再久就要冻死了 开阔小榴莲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雪 我也是 不要以为北方人就天天见雪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厚的雪 她为什么见到雪就要躺下 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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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3,2,1,2,3 到山顶了 现在我知道这里为什么要叫大土顶的山了 这个山不高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山 然而游客就不少了 自从我来到哈尔滨 这里的雪景是我迄今为止见过最好的 有点像是 这是我们这把小蛙的 拍照 有点小蛙的 这个蛙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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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蛙看 这个地方叫大雪谷 离大土顶的山不远 为什么山里的雪都这么好看 瞎我一跳 我寻思碰上真土匪了 吃饱了 山河山又吃啥烧烤了 还有一天捏到八百面烧烤 不过这个烧烤确实挺好吃的 店家说用的家养的山猪肉 坐上去雪橡的大巴 出发雪橡 雪橡是我女朋友在哈尔滨最想去的地方 当时她在网上看到了雪橡 就跟我说想来哈尔滨玩 这就是雪橡 那才是这个地方 妈 这个河了吗 这不多河 啊 我之前看网上有些人说雪橡不行 东西死贵 还老有人想坑你钱 嗯 反正来都来了 就看看能坑多少了 正是进入雪橡了 有一些哈士奇在这里接客 还有一些特色食物 据说雪橡的雪景是整个哈尔滨最好的雪景 而且这里气温更低 下雪的几率比其他地方更大 从屋顶上的厚雪以及冰溜子 就可以看得出来 到达宾馆 是个很有东北特色的炕 窗外还能直接看到雪景 一打开窗子 就跟打开冰箱一样 室内太热了 给打开窗子透透气 我搞不明白东北室内为啥要搞得这么热 就像我搞不明白 泰国室内为啥要搞得这么冷 没见过雪的小朋友 先注意看 这个 就叫雪 太凉了 动手 现在才下午三点 就已经黄昏了 买点特色小吃 冻水果 第一次吃这种冻的帮硬的水果 还挺好吃的 但有些水果冻的硬的硬 是 雪香人不少 我们想找个拍照的好位置都很大 巡儒拉着雪橇过来了 原来是免费的姜茶 说实话 我从小到大一听免费这两个字 就觉得有疼 没想到竟然真无条件免费 我一个山东人 觉得哈尔滨人民太实在了 回到宾馆吃点东西 棉豆包 真的棉 还有第一次吃到真的有一整个里的冰糖雪梨 然后就是煮菜了 然后就是煮菜了 经典东北菜 小鸡炖蘑菇 还有游客必点的锅包肉 没想到宾馆里做的还真挺好吃的 但我女朋友对这些没有太大的感觉 最后就是冻鼻了 最后就是冻鼻了 在室温下解冻了大概两个小时 看来还得再等等 不过这个冻柿子还挺好吃的 对吗 对 吃完出来逛逛 看看学乡的业绩 洞梨就是这么洞呢 结果又看到糖葫芦了 还顺便来的根烧烤 泼水成冰 五十一位 三二一 好 还用点力啊 隔标回方美女 来别动 三二一 好 真不错 但还有五十一位 自己用开水泼不也一样 湖泼了 前面有啥东西 来个唱歌 这是我唱啥 你可以吗 原来是学弟泵迪啊 2 3 4 4 5 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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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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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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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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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中我看到这种较大规模的烟花秀 在雪香的这段时间 也打消了我之前对雪香的故意 虽然我剪视频比较慢 但我依然能感受到这段记忆带给我的快乐 这次雪香 来队